紅外線主要是在鑑定分子內的一個光能機 對有機分子的結構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知道說在紫外可見光的部分 也就是波長200到800Nm 這個波長下的光源主要是可以激發分子內的電子能接 但是在紅外線波長呢 它的波長卻是在2.5到25μm 那其實這個能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沒有不足以激發分子內的電子能接 那它只能激發分子的振動能接 因此當我們對於分子造設立特定波長的紅外線 若磁分子內的光能機器振動頻率剛好 與我們這個紅外線頻率相等式 磁分子就會吸收這個紅外線波長 那因此就會產生這個紅外線的吸收光譜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原理來測量紅外線光譜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紅外線光譜所用的融槽 那一般來講我們所用的融槽呢 會其材質為NACL與KDR 那在我手上有兩片 那它是一個NACL材質的岩片 那它的材質剛好在我們所測定的範圍內並無吸收 若其材質為玻璃或者樹脂的話呢 它剛好會在我們所測量範圍內有很大的吸收 所以因而會影響我們的光譜 那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 純液體樣品的一個準備 通常我們會將純液體滴入兩個岩片之間 然後因此得到一個很薄的液體的一個光層 那我們再將這兩個岩片放入樣品測量槽之中 然後再測其光譜 接著我們將實際操作給同學看 如何將一個純液體樣品放入岩片之中 首先我們將這個藥品取一滴出來 以滴管取一滴出來 滴在岩片之中 將另外一個岩片移於覆蓋 並且很重要的是將旋轉 旋轉的目的是將它分布均勻 然後之後再放到這個樣品架上面 再與測其光 接下來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固體樣品的準備 通常在測量固體樣品之前 我們會將固體樣品與一個適當的非吸收介質 也就是這個KBR的粉末 均勻地混合在一起 那其實驗的方法就是將固體樣品與這個KBR粉末 置於這個研波當中 然後利用研波將兩個粉末均勻地混合 之後呢再將這個粉末呢 置於這個 這個鴉片的一個濃槽之中 利用一個鴉片機高壓的方式 將這個粉末壓成一個透明的薄片 然後再將這個薄片放入這個樣品 樣品測量場所在測其光 當樣品測量完之後呢 請將軟體關閉 將軟體關閉之後呢 就可以將電腦關掉 接著將主機這個POWER鍵關到OFF的位置 當測量完光滬之後 請記得將你的藥品取出 並記得將鹽片清理乾淨 並放回原位 我們所用的鹽片呢 是一個重複使用性的一個物品 因此在每次實驗完 去清理鹽片的動作是必要的 以免影響下一位同學的清理 而我們鹽片的材質是 NHL或KBR的一個 一個鹽類的晶體 所以我們不能用水 或者含水溶劑當作清洗劑 那一般而言呢 我們都會用一個無水的酒精 無水的酒精 或者是一個 一些無水的有機溶劑 來當作清洗液 將無水酒精 沾在棉花上面 然後清濕這個鹽片的一個表面 那這個動作人要小心 因為鹽片是相當脆弱而且安慰 但是現在這一行 是否又有所謂的 一定會有的 因為很多人就 hop於 凍 feel 된 而且是指道 很難的 如果你是來自心 躍得到日子 最後來就能試一下 你會有油風的 chains 然後就可以 然後個人 一般 用水溶劑 都不會突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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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打开左上角 这个参数设定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参数设定的画面 进入参数设定视窗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一个标准参数的一个设定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析度 然后呢我们选取OK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测量光谱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上方有一个这个空白校正的按钮 然后我们将其这个按钮按下 然后就开始做一个空白的校正的动作 那么那么空白校正完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空白校正的一个图谱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如何将我们准备的一个液体样品的一个盐片放入这个红外线光谱的样品测量槽之中 测量之前我们首先要将这个主机上的一个样品槽盖子打开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样品槽中间有一个样品槽的一个固定架 之后我们将我们这个盐片放入我们这个样品架之中 然后轻轻放入这个固定架 然后再将盖子盖上 然后之后就用电脑控制的方式来测量光谱 接下来按下左上角这边有一个S 这就是样品的一个测量 按下这个钮就可以测起光谱 测量完毕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光谱分析的视窗 我们首先将这两个视窗放大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Best Night Creation的一个步骤 我们找到这个Best Night之后按下去 接着我们就进入这个Best Night Creation的一个画面 首先我们将这个游标呢指到这个蓝线位置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针筒的游标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滑鼠呢 将这个蓝线这个位置呢 拖曳到这个Best Night的位置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拖曳的当中呢 下面的图谱也跟着改变 然后我们在拖曳的游标 当你调整完以后 觉得下面的光谱是你满意的光谱之后呢 你就可以按OK再按秒 然后这就是我们调整后的一个光谱的样子 当我们调整好光谱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Pig 到这个PigFind的这个画面之中 然后是在这个 然后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PigFind的一个画面 进入PigFind的画面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Noise Level 这上面有一个5 这个数字是可以被调整的 当你将这个数字调越大的话 代表越大的Pig才会被标明出来 当你把这个数字调小的时候呢 表示只要是很小的Pig都会被标明出来 假设我们选择5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就按下这个执行键 我们将进入另外一个画面 进入PigFind的视窗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Pig都已经被标红线 这代表说这在图谱之中 都会被标明位置所在 如果你不满意这个图谱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这个Retry 再回到刚才那个画面 重新设定这个Noise Level值 直到你满意这个被标示的Pig的位置 当你满意这个图谱的标示之后呢 我们可以按下这个Print的这个键 就可以列印出来这个红外线光谱的一个图谱 如果你们想要把这个图谱储存的时候呢 请按下这个File键下面的一个Save 选择你们所要储存位置及答案格式 按下存档即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